大家好,来到我们的频道的时候呢 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其中一个 你们有听过的就是黄金交叉 还有这个死亡的交叉 那这个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指标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有用吗? 其实呢,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在学投资的时候呢 其实很依靠一些的大众的传媒 媒体还有电视 其实教我们一些的比较简单的 继续的分析 那最后呢,其实我之前的10年到20年当中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呢 我去花真钱去买进的时候呢 比较,这个情况其实有一些的指标 其实完全是没有用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套牢,汇损,流血 没有结果的 其实我在好奇说 为什么今天呢 今天那么多的媒体的时候 比如说YouTube、Facebook的媒体的时候呢 还有人那么不服责任的时候呢 还是在这个电视 媒体 Bloomberg的 什么的分析人的什么 他们也是在说一些没有用 统计上是告诉你是 但是啊,亏损的一些的 会令人亏损的一些指标 还是在今天 还是在说的时候呢 其实今天就会 每一个去大来会 大家去分析就是 他这没有用的指标 是什么 是哪几个 那我走过的错误 你不会去走呢 这个就是静静我的频道的 如果今天片段是好的话呢 国语频道 很多支持我很久的 也是我会请他吃饭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其实移动平均性是什么呢 其实他的黄金交叉 就是说一个比较短期的平均性 胜破一个的比较强期的平均性 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说50天 胜破这个250天 或者是50天胜破这个200天 也是这个黄金交叉 商访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50 跌破这个250的时候 叫这个就是selling signal 就是卖出的一个信号 那这个就是这个用法呢 就是说很多人现在还是在这个使用的 但是准不准 在哪里准 哪个时候会准呢 我就今天跟他带来一个朋友 就是bloomberg了 那bloomberg这个就是bestest bestest的一个工具 那没有办法去不用吧 因为每一个的每一个月 都是我要交付这个2000块美元的 这个费用 所以呢 一定要用到他 对吧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bestest是什么 50天 当50天 比这个250天的移动平均性 比较大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买 long 我就买进 那 那到 那个时 那 什么是这个卖出的讯号呢 就是5天 5天 所以呢 其实我自己做的研究呢 其实是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 我用过10天 20天 50天 200天 我用过这个S&P 这个香港 马来西亚 台湾也用过 我用过这个5天 停利停转 我用过10天 20天 一个月 还有很多的 今天带来就是 这个拼断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有一个比较长的 其实我可以 可以做一个直播 但是呢 今天就是一个 这个demo 给大家看 那 做这个bet testing 不说那么多 你看到我们今天的 其中第一个 主角 就是说 就是 S&P500 就是S&P 美国的S&P指数 那 在10年当中 我们做的 TRAID 有这个买进的讯号 有这个 239次 那 其实 它的 赢的 比输的 其实 接近就是 50 50 对吧 50 50 其实在我们的统计学 统计来说 就是 没有太多的用处 因为它的 Purbit 就是35% 35% 35% 10年 10年 它的指数 你看 在 在这个指数 600 600年 到现在 2300 光是 就是买进 这个指数 也有 纸备的盈利 就是我信错 这个黄金纠差 害到我 只有 35% 是不是没有用 对吧 如果 不相信 没有问题 20年 20年 你看看 数字 其实差不多 那我们做的 TRAID 500个 那我们也是 50 50 是吧 它的百分比 149 但是它的指数 很多 那还有 5年 2012年 对吧 也是差不多 50 50 所以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没有效 但是是 跑输很多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之后我会再说 这个S&P500的指数 其实它的 降幅 它的升幅是比较多的 比较快 比较好 比较靓仔的 所以呢 它的情况 你用这个黄金交叉 它的机会 去赚钱的机会 是比较大 比如说 你去买这个新加坡 这5年买新加坡 还有是 恒生指数的时候呢 由于它的指数 没有它的 那么漂亮 没有 占股比较多 比较 稳定的时候呢 其实利用黄金交叉 是更差的 所以呢 大家也有留意哦 那 我们可以 所以是这个 台湾吧 台湾加纯指数 5年 也是5050 10年 很多的 其实呢 你可以 随便的 你自己加入 什么的条件 就是说 这个示范 没有用吧 10年 11% 我在台湾 买这个大力光 好吧 比它好很多 对吧 所以呢 另一个就是 SDI 新加坡 指数 我刚刚说 新加坡比较差嘛 所以它的指数 比较差嘛 这五年 你看到34% 赢跟输 也是50 50 这五年 比较差的 你看看 比较差的 比较差的指数呢 它的回报 是不是 也是比较差 所以黄金交叉 跟喜欢大家 是没有用 是看 那个指数 你转这个指数 是有用 还是没有用 所以呢 今天我不是说 SDI是很差 因为呢 要看看其他的 今天其实SDI很好的 但是是因为基金流 还有它的固执的问题 还有这个新加坡 这个马来西亚 没有 没有办法 不做马来西亚吧 对吧 五年的马来西亚 黄金交叉有用吗 6.8% 是不是 有没有用 好吗 2010年 10年间 31 所以我不做这个 恒生指数了 因为恒生指数 在广东外那边 有这个示范 但是我要再进一步 做就是死亡交叉 那我很简单 在这个practice工具里面 反转 它这个讯号 就是50 低于crosses below 低于这个250天的时候 就是卖出的讯号吧 对吧 所以呢 我不会做这个short的 我会继续的long 说是什么 如果这个死亡交叉的讯号是对的话 我去long 我去买进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亏损 对吧 所以我要看到是 它的损缺的时候呢 我要看到的结局 结果就是亏损的 今天做示范吧 所以我会做这个马来西亚 现在是马来西亚 看到吧 盈利的 盈利的 新加坡 新加坡 希望是亏损 新加坡亏损的 因为新加坡它的走势比较差 所以死亡交叉 是比较好用 黄金交叉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今天看台湾 台湾指数 错了 台湾指数 台湾加全指数 有用吗 赚钱呢 我看到 使亡交叉 我去买进是赚钱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电视 对吧 看电视没有问题 你要back text的 没有back text工具 没有问题 你问我吗 我会告诉大家 所以呢 这个是 新的频道 会大家去服务的 所以呢 更加多的 customize specific的台湾 内地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 你告诉我 没有问题 我会一一的 跟大家去分析 还有S&P500 对吧 我不会忘记的 要准就是亏损了 也是赚钱的 所以今天你可以去 反正去用 哎 你用的太久了 太长了 10天 跟50吧 你可以去用啊 没有问题啊 再去用 S&P500 再去用 再去用 要亏损哦 记得又亏损了 看到吗 比较多的trades是正常的 因为呢 你的 你的moving average 你的移动平均线 比较短 所以呢 它trigger的次数 比较多 是正常的 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 死亡交叉 大来 为我们 赚钱 所以呢 黄金交叉 不是50 50 死亡交叉 全部都不准 所以呢 那说什么 我的 我的conclusion就是 第一 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吧 现在你就按like 按赞好 跟分享你的朋友 因为呢 更大 更加多 我就决定了 更加多 这类的片段 会推送到你的面前 所以呢 你跟你的朋友 希望 就支持一下 告诉我 其实我今天 啊 对着这个电脑 自己自言自语的 结局是好的 因为有你们支持 所以没有你们支持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自己在做什么的 所以呢 最后的conclusion是什么 订阅哦 国语频道 对吧 所以呢 最后的conclusion就是 黄金敲叉 死亡交叉 是没有用的 如果有 要用的时候呢 最重要是 黄金敲叉 对于一些 啊 国家 它的指数 比较好的 发展比较好 就是有用多一点 因为 当然啊 它上涨了嘛 但死亡交叉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 都是没有用 因为大部分的 股票指数 也是上涨的 所以呢 你做短的 做中期的 长期的 什么的指数 都是5050 最差的情况 可以为你 带来亏损 比如说 死亡交叉 出现的时候呢 你会卖出的股票 等它下跌 最后它不下跌 它反而是 去这个 创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你就去追入 追买进 也会是花 那个成本 跟这个时间 对吧 所以 这个就是 为大家 技术的依依 为大家去分析了 投资 不是大恶的尊敌 下期见大家 拜拜 哎 大家好 今天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要谈 就是呢 外面 我们在 一开始学投资的时候呢 在外面一些的媒体啊 大众的媒体的时候呢 其实通常会教我们一些比较简单 使用的一些的技术的分析 那今天呢 其实但是有很多的情况 你使用之后呢 其实是亏损的 那我就好奇说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 部副责任的一些的媒体啊 还有一些分析的人员呢 他的情况也是在 很多 那么多年来也是一致 在谈论这次没有用的指标呢 那是这次 那次的指标是什么呢 其实今天就带来 其中的一个 那就是我投资10年到20年 当中的时候呢 其实我像大家可能是一样的时候呢 去看这些媒体啊 电视啊 其实才去会花钱去投资 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呢 亏损 套牢 这次的指标